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 你知道嗎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沒錯 然後聖經無誤是在聖經的原文無誤 所以聖經的翻譯是會錯的 而且聖經的原文無誤 你要知道一件事 聖經有記下一些不是神說的話 是的 比如說聖經上說 魚丸人心裡說沒有神 難道真的沒有神嗎 沒有啊 聖經記下這個魚丸人不是共丸人 是魚丸人他心裡說沒有神 並不代表真的沒有神 而是在記載這個魚丸人說沒有神這件事 相同的 我們在聖經裡面看到有一些人的禱告 並不代表那是神要你這樣禱告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很有趣的例子請看 好 真言30章1到3節 因為時間關於我們省略了一些 雅古爾的言語他的禱告 雅古爾先自稱我比眾人更蠢笨 也沒有人的聰明 我沒有學好智慧也不認識智慎者 基本上雅古爾他真的是一個很誠實的人 首先他承認他是一個很笨的人 他比眾人更笨 然後他說沒有人家聰明 而且他說他沒有智慧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不認識智慎者 這樣人的禱告你居然還學他是要怎樣 我們再看他怎麼禱告下一頁 好他的禱告是他求神說 他求上帝說 求上帝使虛假的謊言離開他 OK這很棒 但是他說求神使他也不貧窮也不富足 賜給他虛用的飲食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這樣很屬靈 也照這樣禱告要禱告不貧窮也不富足 可是你看他下面怎麼樣 我們再看下一頁 他說的事情是恐怕我保足不認識你說耶穌華是誰呢 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智褻瀆我神的名 你有沒有發現他是在恐懼裡行事的 神才不要你在恐懼裡行事 所以這個雅古爾先生他已經很誠實的說 我沒有智慧 我不認識智慧者 我很笨我不聰明 你還去學他的禱告 還去學他什麼 要禱告不窮也不富足這樣子 可是然後因為他怕他有錢了 他就不認耶和華對不對 然後又怕他自己窮了的話就會褻瀆神 你難道不能夠在富足的時候榮耀神 在窮的時候倚靠神而變得富足嗎 所以你不要隨便去拿個聖經的禱告 就是說那個就是我應該做的禱告 不然你也可以去學那個魚丸人說沒有神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這是雅古爾的禱告 不是你應該求的禱告啊是不是 好所以我們來看 到底應該怎麼樣下一頁 好提摩泰前書6章17節 你看這是保羅在始祖的權柄下 要提摩泰去嘱咐那些金氏富足的人該怎麼樣 好你要嘱咐那些金氏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那無定的錢財 只要倚靠那後製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所以請問這裡有說要叫 你要嘱咐那些金氏富足的人 金氏富足的人把錢都丟光嗎 沒有他說嘱咐那些富足的人不要自高 所以你如果是富足的人你不要自高 你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你要倚靠的是那後製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所以神有要你不要享受嗎 沒有 神有要你不要有百物有祝福嗎 沒有神只要你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不要自高 神只要你倚靠那後製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簡單說倚靠神的豐富得勝榮耀吧 你還是可以去做那個雅骨爾的禱告 我不會做 你如果想要不富足也不貧窮 你去禱告照你所求給你成就沒關係 可是我要求上帝給我全方位的豐盛 因為福音雖然是完全免費的 首先耶穌問你重駕完成了福音 但是傳福音是非常昂貴的 福音是免費的白白的可以得到 可是傳福音非常昂貴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錄影 我們用這麼好的器材 這麼多的東西是非常昂貴的 我們要在很多地方推這些東西 是非常昂貴的 我們要去世界各地傳福音 那個飛機票是非常昂貴的 住宿非常昂貴的 很多窮人有需要幫助 他們的各樣需要是很多錢的 所以我求神給我們更多的富足 更多的榮耀 可以把他的福音廣傳全地 所以請做正確的禱告 求正確的東西 讀聖經要求聖節 上帝祝福你 讓我為你祝福禱告 主耶穌謝謝你 給我們這一切的美好 給我們新約 讓我們知道 如何能夠效法耶穌的樣式 謝謝天父差遣的主耶穌 基督差遣的聖靈與我們同在 謝謝聖靈持續不斷地為我們禱告 謝謝耶穌在父神的右邊 也繼續不斷地為我們禱告 祝福我們能夠經歷全方位上帝的豐盛 財務的豐盛 身體健康的豐盛 關係的豐盛 全方位的屬靈的豐盛 全部的屬 全方位的所有一切豐盛 都臨到我們 祝福每個弟兄姊妹 奉我一切禱告阿曼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把分享出去 你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 把鈴鐺打開喔 你可以在網路上搜尋我們的Facebook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可以跟我們留言 讓我們跟你有些互動 為你禱告 願上帝祝福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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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